定了 亚马逊创始人要做首个太空乐园 亚马逊创始人杰夫贝索斯变成外星人时 很多人都没发现 太空舱门打开 他全身布满青色山丘版的沟壑 右手从一位粉色皮肤的外星人脸上滑下 持一片刻 转身离开 为了让更多幻想成真 三个月前 他卸任了亚马逊CEO 专注于他的私人航空航天公司蓝色起源 并乘坐着自己的火箭飞往太空 打破了首次太空载人飞行的记录 之前 空间站都是在太空中作为中间站 空航天员长期工作生活 以及进行各种空间实验及应用 它会带你飞到距离地球500公里的太空中 这里便积约850平方米 和国际空间站差不多大 官方称里面最多可以容纳10人 它也是一个遥远的度假圣地 有着大视野的窗户 极具未来主义色彩 蓝色起源说 空间站的人每天可以看 32次日落和日出 这里还将包括由多个客人共享的基础设施 和服务 例如办公空间 太空花园 车辆港口 公用设施和其他生活便利空间 与这些航天领域重量级公司或平台的合作 让他们展现经过验证的能力和技术 让轨道交友了更多落地的可能性 它在1998年11月发射第一个模块 曙光号功能货舱升空 接着国家分工建造 联合运用 对它进行扩充和完善 国际空间站也成了国际合作进行太空开发的标志 由16 可国家共同建造 运行和使用